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7月19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討論電腦系統 Window今天下午全球死機 影響香港 據報影響到機場大批女客要呆等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亦討論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來的最新報道 微軟死機 本地消息持續更新 航空公司改人手登記 呼籲旅客要早三小時抵達機場 機管局已經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據報國泰快運等都要改人手辦理登記 報導提到微軟系統在7月19日 在全球多地傳出服務故障的消息 香港機場管理局指 由於微軟系統出現故障 全球各地應用系統的相關 航空公司服務都受到影響 香港國際機場受影響的航空公司 是要改用人手辦理登記手續 航班運作暫時未受影響 機場已經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跟進情況 機管局呼籲旅客預留充足的時間 前往機場辦理登記手續 以及留意最新公佈 另一箱根據星島日報的相關報道 機管局指 航空公司現在要用人手辦理登記手續 同時啟動緊急應變系統 報導提到外電報導 微軟Window系統 在今天下午出現電腦崩潰問題 美國有航空公司和機場受事故 需要暫停航班運作 網上流傳照片看到 本港機場登記貴位大排長龍 大批女客等待辦理登記手續 以上來自HK01和星島日報的最新情況報道 據報Window死機過後全球受到影響 最新是外國有些銀行和航班 都有停止運作的情況 香港這邊最快受到影響的就是那些航空公司 據報國泰和香港快運都已經改為人手辦理登記手續 令變相呼籲旅客要早三小時前 就要到達這個機場 看來事件都是越來越頭痛 因為剛剛發生 全球各地都受到影響 各位如果要坐飛機的話 要多加留意情況 我們持續更新最新的情況 另外也說過這個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10月開始公屋加租一成 豐免期是三個月 明年一月交新租 報道提到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在今日7月19日一致同意和通過公屋租金檢討結果 今年10月開始加租一成 同時通過透過一次性的措施 向庫戶以外的公屋租戶提供特別寬免三個月 受影響的租戶明年1月1日開始 才繳交新的租金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王碧如表示 雖然今次有寬免 但由於經濟不太好 考慮到房委會自身財政狀況 加上有龐大的十年建屋計劃等等 強調已經盡最大努力作出有關安排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各位住在公屋的網友要留意 10月加租一成 今次沒有免租什麼都沒有 只是退遲一點才生效 即是下年1月1日開始 就要交新的租金 即是加租一成過後的租金 各位公屋住戶可以多加留意 另外這個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找換店匯款往內地的風險增加 有賬戶涉及花錢租到公安調查 令香港人的戶口被凍結 報道內文在此 香港與內地自從去年2月6日全面通關後 眾多港人為了在內地置業、升學、養老等原因 紛紛通過本港找換店匯款到內地銀行戶口 不過一些找換店疑似通過涉及洗黑錢的戶口轉帳 連累客人收取匯款的戶口 都遭到內地的執法部門凍結 其中海關由去年至今年5月 接獲400多人有關匯款或銀行戶口遭到凍結的求助 工聯會亦在去年至上月月中收到超過200宗市民求助和諮詢國案 當中有外勞亦受到牽連 10萬元的血汗前解凍無期 當中有議員呼籲市民應該要巡禍銀行等合法合規的渠道 進行跨境匯款 近日有人在社交平台發布影片 見到一男一女各自舉著一個紙牌 坐在沙田一個找換店外面 其中一個紙牌寫著匯款兌變成黑錢 在說戶口被凍結充公 匯款兼野官非 找換店逃避責任 通過找換店匯款往內地被凍結戶口的事件 原來自從通關過後不時發生 更加有市民被凍結戶口超過一年 當中亦有個案 議員說任職司機李先生在去年2月 在元朗區一間找換店兌換30萬港元 即約26萬元人民幣 並匯款到自己的內地銀行賬戶 打算用作購買內地物業 誰知去年4月發現內地戶口被凍結 於是向銀行提供找換店匯款收據作證 帳戶才獲解凍 但同年9月帳戶又無法使用 銀行證實帳戶因為涉及賭場犯案案件被貴州公安凍結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的情況不得不妨 原來自從通關過後 有些人透過找換店匯款到自己的內地銀行戶口 結果中招了 為何原來那間找換店有機會有其他賬戶涉及洗黑錢 結果市主那個賬戶被凍結了 有些市民甚至一個賬戶是凍結超過一年 我找到議員幫手 據報議員聯絡了內地的地方 正在處理中 估計最終都需要些時間才能夠拿回錢 呼籲各位 匯款的時間 最好找銀行 即是大牌子 就不是一些找換店 因為找換店可能有很多個不同的戶口 若然他們用過一些古靈精怪的戶口 有機會類及香港人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另外也說說熱話 根據HK另一個報導 有個巴士乘客不用耳機大聲播放 車長憤怒到停車免走過來 就指責 後續更加得人害怕 報導機內問題到 事主的社交媒體表示 早前乘巴士 期間有乘客沒有使用耳機 甚至大聲播放 車長突然大聲露斥對方 不用耳機 阻礙著開車 甚至關閉引擎 走向那個的乘客 指責他的行為 重新開車過後 開的速度和亡命小巴差不多 也說不是高速的 但在窄窄的街 更多彎 都更快 有一兩下 人是彈起了 除了車長用正常的車速行駛 事主拍了當時車內的環境 鐵文引來多位網友的討論 認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之上 不用耳機播片聽歌的乘客 很訝人真 就說 坐車安靜一點 真的這麼難嗎 是否吵少一陣 就會減受十年呢 也說不用耳機 影響車長開車 更危險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 無論如何 車長應該要小心駕駛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話說有個人在巴士上 不用耳機 大聲播片 播到司機發瘋 停車 關了引擎 走過來指責他 罵完後開車 整個車好像亡命小巴的速度 嚇到那個事主死 相關的情況寫了上網 網友意見都兩極 有人認為司機罵得對 也有人認為司機時刻都要小心駕駛 另外也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元朗餐廳玻璃門遭到打爛 警方列刑事委壞調查 報導的內文提到 元朗馬田路80號 在今日7月19日早上8點47分 地下一間餐廳的職員回來的時間 發現大門一塊玻璃碎裂 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調查 將案件列刑委處理 餐廳內 是沒有被搗亂的 據了解 今天凌晨4點 有人在餐廳裡 嘔鬥 期間打爛了門口的玻璃槍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離奇 就是為何會爆了玻璃 據報4點多時間 有人在餐廳裡打架 那是怎樣的情況 還要有待了解 我是擴掃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 有請 多謝 沒收到 多謝 小店 需要 受到 只有 或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